到這題 現在有CDE三點的極助標 分別是16127度 12217度和5307度 做極助標題目 我們最主要留意角度差距 其實C去D D去E 各自是差了90度 所以你知道原來是90度 即是關於不是定理 或是我們初中學的Cosetangent的比例 又可以用得出來 我們就可以畫一幅圖 標示一下今天的CDE在哪裡 C就是在這裏 OC的長度是16 127度就是由正X軸逆時針數 既然是90度的話 我們畫的時候可以這樣畫 D點在這裏 長度是12 留意這個90度 同時間我們看到 既然你走90再走90 即是一走180 所以OCE 這裏應該是一個直線 這裏是E點 這裏長度是5 如果你想找CDE三角形的周界 我們應該要連起CD和CE 很快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找CDOT的長度 你可以看到12、16 那CDOT就是20 然後ODE 你可以看到底邊是5 高是12 那斜邊就是13 所以最終的三角形CDE 就是兩個斜邊 13加20 再加上本身的CE 那就是16加5 所以你計算到應該是54 所以答案是A 如果你想找CDOT 你呢 我們想找CDOT 你能胡說 我這裏 上去 沒有